罗佛新山彩虹花园游站三年前发生命案 一名华裔男子被人刺杀 在遭凶途开车撞倒碾死 新山高亭今天基于控方无法证明 三名被告有共谋关联 所以警方所采集的证据样本 也和案发现场发现的血液不相符 因此宣判三名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 无罪释放 这一起游站命案的三名被告 分别是22岁的严佳吉 26岁的叶佳豪和25岁的温建辉 根据控状 三人涉嫌在2017年12月17号晚上 在新山一家游站 强行将44岁的男子陈毅才炉上车 由于陈毅才不停反抗 凶贤炉人不果 而持刀刺向了陈毅才的心脏 在开车来回免过 导致陈毅才伤重不治 高庭司法专员沙纳斯 今天宣读判词时点出 控方无法针对被告的罪状 提供确凿的表面证据 包括案发时录得的壁录电视画面 模糊不清 警方所采集的脱氧核糖核酸证据 也和在案发地点发现的血液不相符 而且涉案的宝马轿车车主 也没有被传召上庭共证 因此宣判三名被告 谋杀罪名不成立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